我 我就是明明很生气 但是我想要忍不住再 再等一下你 我明明是很讨厌你 可是我又很喜欢你 我喜欢得不得了 我怎么这么奇怪 我就喜欢你喜欢得不得了 我怎么会这样 知道什么叫做经纪人吗 经纪人就是一人的另外一面 我以前每次想哭的时候 我就会来吃麻辣锅 点那种最辣的锅底 然后把自己辣的直流眼泪 这样子我想哭的时候 就没有人发现我 其实是在哭了 您好先生 您是在等人吗 我看您的锅已经煮了很久了 要不要我帮您一心把火关掉 不用了 就我应该吃了 好 老板 能不能帮我一个忙 您是 这个人呢 他是我的朋友 他每次来您这儿都点辣不 而且辣椒放得特别多 等他下次来的时候 能不能少放点辣椒 他不能吃辣 他胃不好 还爱逞强 每次吃完辣 胃都不舒服 好 这是您女朋友吧 既然您不想让她吃辣的 那下次你们一起来不就行吗 行 我记住了 好 您慢用 赵总 关于斯达带颜瑞启的那个企划案 若南 我觉得呢我们应该先创造技艺 然后再来谈工作 嗯 还有 以后可不可以 不要再叫我赵总 叫我老赵 老赵 老赵 虽然呢 我们慢了一些也晚了一些 但是我们每次见面 总归是有进展 对吧 嗯 来 走一个 为了合约啊 我 我去个洗手间 老 老板 嗯 A4做结账 好 姑娘 你不能再吃辣的了 要不然你男朋友啊 会替你担心的 老板 你记错了 我没有男朋友 错不了 来我们店吃火锅的客人很多 可是对你们俩 我印象是最深的 你看啊 一个来了以后拼命地点辣锅 一边吃一边哭 一个吧 心急火燎的 来我们火锅店告诉我 他女朋友胃不好 一定不让他吃辣锅 你们俩真是绝配啊 别怪我多嘴啊 好好珍惜 下次你们俩一起来的时候 我给你们打五支 好啊 若楠 若楠 你好 你什么时候把单买了 哪有让女孩子买单的道理啊 没关系 我请你 你 你还好吧 我很好啊 我送你吧 车子就在旁边 不用了 你太危险了 我危险 你到底行不行啊 赵总 老赵 你根本就不了解我 我不需要男人保护 我不是被选择的 是我要去选择 我自己可以走 拜拜 拜拜 怎么叫老赵叫得这么好听 怎么又开到这儿来了 我这个身 我是喝了多少 好 好 我就是喝到出现幻觉了吧 怎么 怎么怎么这么像寂寞 这手感 这手感好像真的 还有像是 喝了多少酒了又 没有喝多少 喝一点点了 喝酒了 喝酒了 还不错的 你试试幻觉 你怎么会说话呢 是不是 我还挺 来 不对 来 起来 一二三 我自己可以走 不要以为你长得上进门 就可以占我便宜 我 我 我家哪一间啊 是 跟谁喝的酒喝这么多 进 你很担心我啊 你就这么喜欢我 是不是 你现在不清醒了 不想跟你说话 我没有不清醒 我很清醒 我现在就是 你这个人哦 你这个人就是这样 就是这个德性 我什么德性 你明明 你明明 喜欢一个人 还要装作不喜欢 明明很在意一个人 又要装作不在意 然后我 我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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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不一样了 我我我就是明明很生气 你 但是我想忍不住 再 再等一下你 我明明是很讨厌你 可是我又很喜欢你 我喜欢得不得了 我怎么这么奇怪 我就喜欢你喜欢得不得了 我怎么会这样 你不要喝酒 你真是啊 睡觉 我没有喝很多 我就是 我就是 你做什么事 我看你 你做的事 我看你 我不会 你喝很多人 我都不吃你 我还真的喝什么 我都心裡的 你喝啥 我都心里喝啥 你喝什么 我都心里喝点 你怎么回事 我们在 一点收工能力当中 哭完就还乱七日 这样怎么让我放心